今天要來分享一個極簡版的蛋炒飯 那像炒飯這個料理其實之前也分享過很多 那如果你想要看以前我分享的炒飯 你可以找這邊的影片 但之前炒飯的分享是用這種傳統的做法 就是要大火快炒而且食材下鍋的時機也要做好掌握才會做得好吃 不過我相信這樣對一些新手朋友來講還是會有點難度的 所以今天我們就分享一個超級簡單的 極簡版的蛋炒飯 那它的食材就沒辦法太複雜 基本上就是只有蛋跟蔥這樣而已 做起來其實也是好吃的 但是做法呢零失敗 對於任何一點出意都沒有的朋友 也是很適合來試看看的 好那我們就開始製作今天的極簡蛋炒飯 那我這次呢使用的是這種泰國的長米喔 所以你可以看這種米是長的 這種炒飯我覺得做起來比較漂亮 你要用一般你吃不完的這種剩飯來做 其實也是可以的啦 好米呢我們洗好了 但是呢加水的部分一定要非常注意喔 一般來講米呢就是1比1嘛 那但是如果你炒飯希望最後炒出來非常的粒粒分明 尤其你是這種現煮完的飯馬上下去炒 而不是隔夜水分有蒸發的 這種現煮飯呢建議呢使用1比0.9就好了 另外呢還有一個小訣竅呢 就是煮飯前呢先加一點點食用油喔 一杯米的話配半湯匙的油喔 那這裡呢是兩杯米喔 就一大湯匙的油下去這樣就可以了 有加一點點油的話呢 給它煮出來的米本身就會更香喔 炒出來就更棒 好白飯呢這樣就好了喔 稍微給它攪拌一下 哇你看喔有加一點點油啊 即使剛煮出來也一點都不會黏喔 很鬆的感覺 那我們這一次呢準備的飯的量 大概是兩人份喔 但是我是建議呢下鍋炒大概 炒個一人份左右喔 就差不多了喔 這樣你會比較好炒啦 當然如果你要兩人份一起下去炒 也可以 好一人份的話就是一顆雞蛋 好這個預先呢把蛋破下去的動作呢 可以讓等一下炒飯呢更加簡單 你不用去控制蛋的熟度 另外呢 可以讓等一下米飯炒起來 粒粒分明喔 不會黏在一起 好我們唯一的這個炒料呢 就是蔥 好就只有蔥而已 醬油的話呢 這個一輪份就是一大湯匙喔 加一些油熱鍋 那油呢其實也不要太少喔 要不然你會有點炒不開 好 炒飯本來就是要有一點點油啦 好那這個炒飯呢 我建議你還是要用個中大火喔 炒起來有它的香氣在的喔 那如果真的怕掌握不好 那你用中火 也是可以的 哇你看金黃色的超漂亮 而且它一下鍋就完全不會有黏飯的問題喔 利力分明 好接著醬油喔 一點點的鹽 好漂亮喔 很好愛 盛好 蘑菇 果然 蘑菇 最後呢 又結束囉 黑胡椒下去就好了 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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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的蛋炒飯這樣就完成啦 好 現在來吃一下喔 你看這個 蛋炒飯 桑桑 完全沒有黏在一起 嗯 好吃 這蛋炒飯你看上去你可能會覺得說 好像看不太到蛋喔 因為它已經貨在這個米裡面去炒 很平均的在這個米飯裡面 所以你看不太到這個蛋 但是其實你每一口吃下去的時候 那個蛋香是很明顯的喔 就是扒在這個米粒上的 跟一般這種先把蛋炒熟再拌飯下去 這個口感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這個我覺得也非常好吃喔 那我是覺得啦 就是炒飯對新手來講 最難就是怕說炒不開炒不勻這種問題喔 但是如果說像我們一開始 蒸的時候加一點油啊 然後泥水筆 稍微控制一下 再加上貨的蛋下去煮 基本上你即使是完全不會料理 你這樣炒絕對也都炒得開喔 不會有這個黏在一起的問題 而且很容易就炒得均勻很好吃 好 那這次的極簡蛋炒飯呢 分享就到這邊囉 那歡迎大家試看看 那喜歡我們的菜單燻熟的話呢 歡迎訂閱 任何想法問題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好 那我們下次料理見囉 掰掰